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 如果有这样的一位预言家,混迹的交际圈全都是名人正妖 那他阿拉伯的王室,见到他都要恭恭敬敬 前总统甚至是现任国家元首,想要得到他的服务都要提前好几个月时间来预约 只要叫得出名字的好莱坞明星,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他忠实的粉丝和追随者 当你得知有这样一位预言家存在,是否会想要和他聊一聊天,一探究竟呢? 这样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大预言家朱迪·海文利 朱迪·海文利虽然身份是美国人,但是却出生在非洲 其父亲一直从事殡葬行业 因此朱迪从小就接触到了非常多有关灵魂和死而复生之类的信息 这也为他后来走上预言家这条道路,埋下了伏笔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朱迪就时常能够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异于常人的超能力 也就是通灵 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印象 之前我介绍过好几个著名的预言家,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 比如印度神童阿南德是通过古印度占星术来推演未来的 神秘的中国蛇刀人则是继承了鬼谷子的高超占卜术来预测未来的 而被CIA认证过的预言家斯旺,则是通过遥视能力 直接就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 而相比于以上的这些超能力 咱们今天的主角朱迪所拥有的通灵能力 则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其实我知道只要一提到通灵 大家就很容易会联想到某些动画片或者电影中出现的那些 那么变成青蛙、癞蛤蟆之类的所谓通灵术 但是其实大家不要被这些描绘所误导 真正的通灵术讲的是一种能够和灵魂 或者其他超越肉体的存在进行沟通的一种超能力 朱迪海文利就是这样的一位拥有通灵能力的超能力者 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 如果朱迪只是单单能够通灵的话 那么他预测未来的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呀 这里就要多解释一下他的这个通灵能力 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 朱迪在施展通灵术时 虽然也是一样需要和灵魅或者灵魂进行交流 但是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灵魂 而都是来自于未来世界 因此当通灵结束后 朱迪往往能够得到不少的有关未来的重要信息 这些信息也就成为了他预言未来的最重要依据 朱迪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通灵超能力是在上小学时 有天晚上他正在熟睡 过程中做了一个超长超真实的梦 醒来后他还依旧清晰的记着梦中的情景 但是并没有当真 结果当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时 梦里的不少细节竟然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 之后的几天中同样的情况频繁出现 而且睡梦中出现的情景也变得越来越具体 这令他感到既惊喜又害怕 回家后立即将此事告诉他的父亲 不过很可惜 父亲似乎并不怎么关注 还让他专心学习 不要总是想这些有的没的 于是这所谓的超能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而成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还是直接将朱迪送上预言家的道路 根据朱迪的字述呢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有天能够加入军队 做一个听起来就很炫酷的领兵 而这个梦想也随着他的成年得以实现 19岁时 朱迪终于如愿以偿 正式加入了美国陆军 很快在一次大型的海外任务中 朱迪被上级指派 跟随部队来到了以色列 之后有天晚上 当他在营房中熟睡时 久违的通灵超能力在此出现 朱迪也因此看到了未来的一些景象 得知了他所在的部队 很可能会在短期内遇袭 不少战友都将在这次袭击中阵亡 醒来后 朱迪感到十分的惊慌 因为根据以往通灵的经验来分析 他看到的这些有关未来的幻象 都是极有可能真的会发生的 于是他试着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战友 说了此事 希望他们能够找个借口 从接下来的任务中撤出来 但是战友们却完全不以为然 认为是他太紧张了 才会如此的异想天开 建议他多休息一下 放松心情 其实朱迪自己也知道 大家如果没有拿到真凭实据 是很难相信自己的 迫于压力和队友们的质疑 朱迪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部队 然而果不其然 在他离开部队后不久 预言就真的应验了 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任务中 这支部队遭遇到了偷袭 小队成员全部遇难 其中就包括了那几个跟他最要好的战友 这件事对朱迪的打击非常大 也彻底改变了朱迪的命运 他意识到自己竟然拥有这种特殊的预测能力 就应该利用他来拯救更多的人 哪怕不被理解 不被相信 于是朱迪决定放下一切 从此走上了预言家的道路 而为他的预言总是特别的准 而且细节非常多 很多时候都能精确到事件将要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理 因此名气也越来越大 几年后 朱迪已经成为了业界最著名的预言家 战兴家和神学博士 莫名而来找他咨询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等待的时间常常会要达到数月之久 后来朱迪还被内华达州法院要求 在著名橄榄球运动员O.J. Simpson的案子中担任陪审 还因此被收录进了美国前100名心理学家和战兴家这本书中 根据统计 朱迪·海文利至今为止做出的所有的预测 总体准确率超过了90%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政界药文 比如他曾准确预测到了美国国会将会投票 通过总统基础设施法案 以及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 还预测到了格伦·杨金会在弗吉尼亚州获胜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会成功连任 以及第93届奥斯卡奖得主等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2021年12月5日 朱迪·海文利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中 公布了自己对于2022年一整年的重要事件预测 其中有不少已经应验了 而且细节精准到令人头皮发麻 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些预言都说了什么 首先是关于新冠肺炎的 主题说来自南非的奥米克戎变种 将引发另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大流行 不过很快那几家世界顶级的新冠疫苗制造商 将快速调整他们的疫苗 以对抗奥米克戎的传播 同时两款新冠特效药也将问世 感染者将能够更加及时的得到医治 因此新冠疫情将在2022年底之前结束 虽然在大流行结束后 个别地区仍然将会有零星的感染者出现 但是人类总体上的生活状态将回归平常 2022年过后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经济将重塑 人们将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习惯 以适应这个恢复正常的新社会 这几句关于新冠的预言 相信大家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熟悉 因为它们大多都已经实现了 尤其是奥米克戎大流行和新冠特效药这两点 简直和现实中的情况一模一样 虽然像阿南德一类的占卜预言家 也早早地就预测到了类似的结果 但是只有朱迪预测的细节是最多 准确率是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关于俄乌战争的预测了 这些预测简直是准到令人后背发凉 难以置信 早在去年12月 朱迪就预测到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试图通过武力 摧毁乌克兰的国家独立项 并逼迫其停止加入北约的尝试 以稳固俄罗斯作为北约主要竞争对手的安全性和地位 在普京利用其军事实力给乌克兰施压后 英国将不得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能源之间做选择 尤其是天然气 之后普京会意外换病 国内也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和反战活动 那么结合现如今 俄乌战场上胶着的战况 很显然 朱迪在年前的这一波预测 几乎是百分百命中 唯一差的那一点就是普京的身体状况 目前来看普京的状态还算不错 但是随着俄乌的战事越拖越久 各方经济制裁力度也越来越大 相信普京一定是急得焦头烂额 因此也确实很难说 普京到底会不会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勒垮 如果这一点也真的在不久的未来发生了 那么朱迪的预言可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命中了把心 怎么样 听到这里呢 是不是感觉真的有点头皮发麻 后背凉嗖嗖呢 还真别着急 朱迪的下一条预言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不可思议 其实这条预言刚刚公布的时候呢 大家并没有对它有太多的关注 毕竟在二战战败投降后 日本被迫把针对武器和军队的限制条令 直接写进了自己的宪法里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日本一直无法拥有真正的军队和大规模的攻击性武器 目前国家拥有的所有军队都是自卫队 武器也就只有防御性的 因此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修改线 使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和武器 然而光有想法还不够 这些主张修宪的人还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利用它将修宪体议包装的更加合情合理 不然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率 这一等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结果在2022年7月8日 这个千等万等的时机真的出现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当天正在进行一次公开的演说 一个枪手突然出现 砰砰砰三枪打在了安倍的胸口上 被送进医院抢救后没多久 噩号传来 安倍晋三由于伤势过重 不幸离世 这一下子可真是捅了马蜂窝 日本国内的舆论直接就炸开了锅了 要知道 安倍晋三是日本历史中 就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因此即使已经卸任了 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还是依旧很大 遇刺身亡后 日本民众都深感痛心 有不少人还连夜赶到了事发地 为他诵经祈福 此时再看看咱们国内 民众的反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安倍重伤声望的消息一出 社交媒体上是一片喜气洋洋 叫好声接连不断 这样的情景 正正好顺应了那些修宪派的心思 果物其然第二天一早 支持修宪的人们开始大肆宣传 既然中国人的仇日心理还这么严重 那么拥有一支真正的军队是迫在眉睫的 眼前的乌克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目前境内外的数十家媒体都一致认为 由于安倍预刺身亡 日本将在短期内完成修宪 同时开始大规模扩张军队 考虑到日本的军工企业底子都很好 技术先进又成熟 朱迪的这个关于核武器的预测 还真的是有几率会实现的 同时也有人认为 安倍预测这件事已经说明了 朱迪的预测是准确的 即使具体的细节并不吻合 除这些以外 朱迪对2022年的预测 其实还涵盖了更多的方面 比如说他预测 韩国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将会是尹新岳 这则预言在3月10日 韩国大选结束后就得到了证实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新岳 确实在韩国第二十届总统选举中获胜了 朱迪还预测说 2022年北半球还会出现另一场战争 美国、日本、新西兰会发生大地震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成功的恢复美国的经济 但是下半年拜登总统会出现健康问题 而且同时虽然经济更强劲了 但是通货膨胀也将大幅增加 使消费者和企业难以承受 食品价格和油价将会上涨到历史新高 因此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将变得更加受欢迎 好一些更加细节的预测 我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感谢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了解一下 不过仅仅是我上面提到这些预言内容 应该就足以见得朱迪海文里的预言 准确性还真的是高的惊人 应该是我们讲过的这些预言家里面最高的一个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朱迪的预言能力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一下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 我是蓝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